在忙碌的社會裡頭 大家還願意有這樣的早餐 已經很厲害 這蠻甜的 麵包也OK 這個... 還有燕麥啊 但是... 還有燕麥啊 但是我有燕麥 我有鮮奶 我還有蘋果啊 所以它的燕麥是哪一種燕麥 就是... 脆片那一種 我會有一些巧克力脆片 就像你在國外那些 巧克力脆片 我聽起來好像又沒用好了 其實我除了巧克力脆片之外 我還是會有一些燕麥穀物 我會買好一點的 偶爾還是想吃脆片啊 脆片應該還不錯吧 罐頭玉米... 其實脆片應該這樣說 你們有機會仔細看 它其實有些用的油脂 不是很好的油 燕麥裡面不是單純沒有油喔 對 就是你看到的那種 這種穀物脆片 其實你真的要精精計較在美膚上 它其實不是那麼恰當的 再加上因為其實甜食 它可以把我們這個彈性蛋白 因為我們皮膚的結構 有彈性蛋白和膠原蛋白 它其實是破壞它的 所以其實這個稍微 因為對您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選擇 還好你有個蘋果這樣 所以我全部這三樣東西 只有蘋果可以吃 蘋果和牛奶 對 牛奶 你的主食的燕麥 其實如果是那種 比較傳統的燕麥片的話 還不錯 但是如果是燕麥脆片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再加工的一個東西 對 它比較沒有那麼恰當 了解 再來就是 英文 英文剛剛的這個地瓜 玉米 對 這個很不錯 那就是說我們記得提醒 因為地瓜和玉米都是主食 一定要再搭配個蛋白質 對 它才能 對 就是那如果說配個牛奶 那我們家有時候 那個地瓜是變成有點像 馬鈴薯沙拉 就是地瓜 玉米再加一個水煮蛋 它一樣也就是等於香煮蛋 很不錯耶 就是通通電波都可以蒸 那亞倫的早餐 真的就是更適合這個 禁忌計較的美夫 那我只是提醒就是說 因為豆漿不是 就是就對於像有些 子宮肌瘤的問題的人 他可能就不是一個適合天天 對 但是在場各位可能其實 大部分的三大類營養素 都幾乎都有 但是在纖維的含量就是說 蔬菜的纖維含量的部分 就是略顯比較薄弱這樣 對 但是最快速美味 又能肌膚水刀 那還是要請我們的營養師 來示範對不對 對 我們來做一道省食 然後美青春的一個早餐 好 營養師 來… 我們這個很重要喔 正確示範 對 我們吃喔 就是今天就是我們會想 省食省青春 對 你知道嗎 我早上起來的 因為我這些東西 介紹一下現在的食材 我今天要做的是 金針南瓜小米粥 漂亮 來… 為了要掌握我們的青春 邊做邊說 來 不然青春再留事了 OK 真的 有道理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我在家裡都會把 這個南瓜泥 就是還有小米都先蒸好 然後就把它分包裝 冷凍在冷凍庫 好 那我譬如說我昨天晚上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先退冰 對 所以早上呢 就是它把它直接放到 假設這是我們家的電鍋 好 你就通通把它放在電鍋裡頭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家裡 我就會放絞肉 絞肉 比較瘦的絞肉 對 所以現在是三樣了 南瓜泥 青春 小米粥 小米粥 還有這個碎肉 你還在碎喔 好 好 那因為稍… 我會稍微攪拌一下下 好 然後我就把它怎麼樣 蓋起來 就電鍋就可以蓋起來了 電鍋蓋起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副食品的概念嗎 為什麼要碎呢 對 其實 對 你是為了鍾心儀吧 然後小孩子需要 你知道嗎 損食 全沙大倒 早上你如果煮得太硬 他們也要花的時間也很修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 讓他們也比較能夠快 可以吃得到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小米比 譬如說白米或糙米 它的好處會這樣講下去 對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省食 而且還要美青春 那到底它重點在哪裡 其實你知道 這個是原住民 一個很主要的一個主食 但是你知道它多厲害 你知道它具有在美膚的功能上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維生素B3 菸鹼素 那菸鹼素它其實有三大非常重點 第一個就是抗衰老 對 這個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第二個就是淡化黑斑 也讚 第三個是 防止皮膚變黃 你知道尤其像我這種 皮膚特別黃的人 我一定會很在乎 我不想再看起來又黃又黑 你知道嗎 這樣還不夠多 對 你問老師 它這個菸鹼素 我就是吃太多了 不好意思 有些那點吃過多了 對 那所以 因為你知道 比如像我們剛才說的 葉脈或地瓜 其實它的這個維生素B3 就沒有這麼多 小米的量 是這個葉脈 同樣的劑量的五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你既然希望 就是要在美肌 就是要斤斤計較 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 要連主食類 也都要去找到 就是幫助你創造膠原蛋白 對 所以小米裡頭 它的那個膠原蛋白 有一個淺驅物 叫普安酸 它也是葉脈的四倍的含量 對 所以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感覺這個小米 不是大家常吃的東西 對 可是為什麼要在這個 這個肌膚保養上 會特別拿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煮這一鍋 你可以照著做 對 或者是你把小米 放入你們家的白飯裡面 一起煮 對也可以 對 然後那個電鍋 如果就是跳起來的話 或者說在家裡 你會聽到電鍋有種 不要跳起來 是會有一個咚咚咚咚的聲音 對 對 那個時候我就會把我的金針 這樣放進去 那金針呢 你看它就是屬於什麼 就是屬於蔬菜類 對 所以在我這個早上裡頭 南瓜 還有小米 都是屬於主食類的澱粉 對 然後我們的絞肉 就是屬於蛋白質類 對 所以同時就是 這個澱粉 蛋白質 好 蔬菜類都具備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等它滾了 它已經開始在忙跑跑滾了就OK了 滾了就OK了對不對 所以你們還準備了這個 對 這個我們可以等一下最後 比如說你吃的時候再去加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滾了熄火的時候 再把它加 因為這個就是好的油脂 因為皮膚也需要好的油脂 有必須脂肪酸 你的黏膜才會完整 然後才不會有一些濕疹的現象出來 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簡單怎麼樣 省青森的早餐好料理 好 來 上菜 對 好 好 就是用蛋來代替這樣子 對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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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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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會讓你覺得 因為小米很多人都會覺得是吃甜的 對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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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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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會讓你會覺得說 這感覺都不是一個很搭的東西 可是最後它其實是很搭的一個東西 那我如果加一點綠色的什麼 所以我前一天煮好 其實它除了 綠花椰菜還滿適合 因為綠花椰菜它放 就是你把它放冰箱 它比較不容易壞 對 所以那個綠花椰菜其實也還滿搭的 這樣子 請問一下那個金針 前一天要怎麼處理 隔天會比較快 也是蒸過嗎 其實我跟你說 現在台灣有出那種就是 無殘留二氧化硫的金針 它的顏色就不會很金黃 像那種其實它也不太需要泡 它就用熱水沖一下 然後也不用泡了 因為我們以前泡的目的是 要把那個二氧化硫要泡掉 對 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把它 隨便你切斷 然後就可以丟進去就好了 了解 那如果有二氧化硫要泡多久 要泡就是說 至少冷水要泡20分鐘這樣子 對 才能夠去掉它 好 好吃耶 好的 所以這一道你看早上又溫暖 對不對 又好吃 交給大家好不好 謝謝養師 謝謝 好 那這個早餐完了之後 像你剛剛說的 你說除了生活作息 保養品 保養這方面也很重要 對不對 早上尤其是重點 對 大家覺得只有晚上嗎 早上也是耶 而且要上班開玩笑 你哪有多少時間 真的 要省時間保養品要用得好 對不對 才能夠把它自己做得完整 而且你知道早上的保養 最關鍵是因為 現在大部分人都有化妝的習慣 對 所以其實早上的保養 等於是妝前保養的一個 很重要的環節 你想想看喔 其實一般上班族 上妝的時間 比你擦保養品時間還要長 對 你從早上七點 準備出門化了妝 一直到你晚上下班 可能六點 或再加班一下 你想想看那個妝 留在你臉上有多長 對 但是如果你妝前保養做得不好 你早上只是胡亂做完 其實你脫妝 一直脫妝 你就越不越厚 對 然後那個 越上肌膚 防禦能力越差 你後面越上肌膚 所以英文 你怎麼做 其實我最著重的就是 防曬跟防禦 就是肌膚防禦 因為常要隨公車做客運 對 因為我是坐客運上班 真的 客運上班 常常 常常就 英文你從哪裡來的 桃園 桃園 對 英文在桃園 所以我很在意就是 一定要防曬 因為如果沒有防曬的話 我光去坐車再回來 就曬黑了 真的 所以我就一定會在路上 不一定是在家裡 因為在家裡的時候 已經很忙了 然後出去的時候就開始 邊走路有沒有 就開始邊這樣兩條 然後弄一下 在人行道上面就邊弄 邊走路的時候 然後就丟到包包裡面 然後就 來不及了 然後就開始 我下了半小時前 然後我就開始 不是 他現在防曬的動作 沒有沒有沒有 他現在這個動作 是在佛道站下車以後 是在後的防曬 對不對 然後擦完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不怕陽光了 然後剩下一點點之後 就趕快擦一抹一抹 這幾乎沒了吧 所以我家樓下 一樓的庭院 常常有鄰居 看到我這邊抬著腳 然後就這樣 全身抹著腳 他們都以為我在拉筋 我說沒有沒有 我在防曬的 來 雅倫給建議 因為妳model 妳一定很會弄這一些 每一瓶的中間 我可能會去穿個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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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穿個褲子